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给大家去对整个课程做了一个介绍 那在这一次课程当中呢 我们会对Python的Web框架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说到Web框架的话 大家可能并不陌生 那有的同学呢 在一些文章或者是术语里面 应该会看到框架这样的一个专业术语 那这个框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去理解的 那我这里呢 有对框架的一个完整的定义 那所谓的框架 它其实是指的为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 而设计的具有一定约束性的支撑结构 然后使用它 我们可以快速的去开发特定的系统 OK 那这是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解释 那有的同学可能听到这里的话 很多疑惑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使用框架的时候 它可以去帮我们开发特定的系统 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 我们平时访问的网站 那像麦子学院 还有像豆瓣网 那这样的一些网站的话 它是以内容为主的一个网站 它里面有比如说视频 有图片 有文章 那这样的一些网站的话呢 我们习惯性的称之为 比如说它为CMS 那就内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它是以内容呈现为主的 那这算是一个系统 一种类型的系统 然后还有一些系统 还有一些系统的话呢 可能是像 比如说电商的网站 那电商的网站的话呢 比如说像京东或者是淘宝 它主要呈现的 除了我们的这个产品详情之外 它更重要的是 比如说有关于订单的管理 有关于我们 这个整个订单流程的一个管理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电商类型的网站 然后还有一些 它可能不是以内容呈现为主的 这样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APP 那APP后台所提供的这些数据和接口 它其实不需要去呈现为网页的形式 它只需要去以特定的数据接口的方式 把数据调用开放出来 然后让APP去调用 那就可以 所以在不同的这种特定系统 这样的一个需求之上 然后呢 有专门的框架 它可以去解决这些特定的一些业务问题 OK 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还不明白的话呢 你们可以把它理解的更为简单一些 那框架它其实就是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线程的可用的 这样的一个代码 结构 代码包 或者你这样去理解 我们可以使用它去快速的开发 就好像别人给我们打好了一个舞台 我们呢 只需要去上面做表演 你可以是去表演小品 也可以是表演相声 或者是跳舞 或者是唱歌 那这个舞台是人家的 我们在上面只是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如果是你对这个框架还不是特别明白的话呢 那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结合到一些这个代码的细节 再去给大家做一些讲解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关于常见的Python Web框架 在Python这个技术领域里面 它是有很多框架的 常见的Web框架呢 非常多 非常多 那我这个地方去给大家 罗列了一些出来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一些全站的框架 全站的框架 也有 好 全站 全站框架 也有一个说 也有一个说法 那是重量级框架 好 这下面这个是非全站的 好 非全站的框架呢 我们也称之它为 轻量级的框架 轻量级的框架 那 重量级的框架 重量级的框架 以Jungle 好 还有这个 Web Web2Pi Web2Pi 还有后面的像Pinels 等等 这样的一些框架的话呢 那都是 重量级的框架 这个所谓的重量级框架是 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 一些现成可用的一些模块 我们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那与之相反的呢 是轻量级的框架 轻量级的框架呢 比较出名的像Torado Flassic 还有呢 像Bantle 还有Web2Pi Primed 这些都是属于轻量级的一些框架 那这些框架的一些特点 它不会包含很多可用的一些模块 让你直接去使用 你如果是要去使用它们的话呢 你需要 你还需要去集成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两个 这两个不同的类型的框架之间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就好像是 这个重量级的框架呢 就像是一个品牌的电脑 它什么都给你 封装好了 准备好了 你要去使用的话呢 非常简单 就在它的基础之上去使用 它给你提供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和接口 就可以快速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好 然后七量级的框架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的感觉 就好像你自己去搭积木一样 然后去组装一台电脑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CPU 自己选择内存 自己去选择主板 对吧 然后把它们拼凑起来 好 然后去搭建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 所以七量级框架 它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你要做的事情可能会更多 但是呢 它也非常的灵活 对吧 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 你要用什么样的东西去组合它 对不对 然后 重量级的框架在这方面的话呢 它的灵活性 它的灵活性 它的一个 可 可 可复用的这样的一个灵活性呢 没有 七量级的框架高 OK 那这样的框架还有很多 我在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去列举了 Python当中常用的一些框架 大家可以自己去把它打开来看一看 好 这是Python官方所统计的一个数据 目前在互联网当中流行的一些web框架 流行的一些web框架 好 我这里打开有点慢 OK 好 终于打开了 OK 那流行的 对吧 流行的全站框架 那我刚才给大家列举到的像Jungle 这个Trimple Gears web2Pi 好 这些呢是 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 重量级的框架 那还有很多 这样 列举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 对吧 全站的一些框架 中量级的框架 好 非常多 这整个下来应该有好几十个 应该有好几十个 那这下面是关于 轻量级的框架的一个统计 那像Bantle Flassic Primed 还有像我们的托拉朵 托拉朵 托拉朵 这里面 托拉朵是在 托拉朵 好 非常多 这上面仅仅是流行的一个轻量级的框架 还有一些非流行的轻量级的框架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好 我这地方呢 不一的去给大家去列举 这里面总共Python官方所统计的一个数据 总共应该有好几十个的这样的框架 然后常用的呢 常用的呢 是我在这地方给大家列举的这些框架 那这些框架 这些框架是 怎么去选择呢 怎么去选择呢 我们第三个问题 就会探讨到这个问题 框架很多 我们如何去选择它 那这么多框架 我们如何去选择 首先 从我们的一个需求上面去选择它 有的项目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去列举的那个例子 有的项目 它可能是去做一些内容支撑型的网站 对吧 像麦子学院 或者像豆瓣网 有一些项目 它不是需要去做这种内容呈现为主的网站 那可能是要想去做一个APP的接口 那这些网站 它们的应用 目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再去选择的时候 我们去选择的时候 根据项目的需求去选择 那如果像这种内容性 内容性为主的网站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像Jungle这样的一些重量级框架去做 那Jungle它本来就是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内容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我们可以使用它很快速的去开发内容性结构的这种网站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它 那你如果是要去开发像APP接口这样的一些项目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些轻量级的框架去做 比如说像Torado或者是Flassic或者是Bantle 这样去做 所以我们在很多情况之下 那都是根据这个项目需求去选择它 项目需求去选择它 那另外一个 是不是所有的比如说内容性网站 我们都需要选用Jungle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的这个选择的灵活性是很大的 任何的一个框架它都可以去做类似的事情 那就看你怎么去应用它 这个就好像我们去买东西一样的道理 你有可能会去淘宝上面买东西 也有可能会去京东上面买东西 那你的选择会不一样 但是你都能够去买到东西 就像你去开发一个项目 你不管是用Jungle去开发 还是用比如说一个微型的框架 轻量级的框架 比如说Torado去开发 你都能够去 你都能够去 达到同样的目的 只是实现的途径不一样 OK 第一个是根据项目的需求去选择 第二个是根据框架的特点去选择 根据框架的特点去选择 因为框架每一个框架的话 它的一些特点会不一样 像Torado 像Torado的这个框架 它是一个性能非常高的一个框架 它里面有这个异步非阻塞的一个机制 让它的性能非常高 所以我们在开发一些 有高性能这个需求的一些网站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像Torado的这样的一些网站 如果是 你要快速的去开发一个内容性的网站 你就用Jungle 它的特点就是提供了一个内容 开发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所以用它可以很快速的去开发 其他的这个也是一样 比如说像Web2Pi Web2Pi的话是一个 也是一个重量级的框架 只不过这个重量级框架 它是提供了这个JE 就是谷歌的一个APP的一个 Application的一个接口 你如果是要去开发 你如果是要应用在这个开发上面 你去用这个Web2Pi就比较合适 OK 当然这个框架的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会遵照它的一个项目特点 和框架的特点 所以呢 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了解的过程当中 你至少应该先要学会 当中的某一些框架 比如说我们这门课程呢 是去讲讲讲过 那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后面的课程里面 还会有像托拉朵 还会有像弗莱西克 等等 好 还有像这个Benton 好 那像这几个框架 在不同的公司 或者是不同的项目里面 他们的使用频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建议大家在 后面的学习当中 你们呢 都可以去了解 和学习这些框架 OK 好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 主要是针对于 PiTense的微博框架 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 OK 好 我们的课程呢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